一間連續兩年虧損的公司 可以在兩年之間上漲超過7倍 美國打擊中概股的日趨嚴重 先後針對科網電送企業 所以今天的主題是 若果Bilibili香港上市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集的Trading Secret I'm Lachlan 人稱B站的中國影片平台Bilibili 被傳給香港上市 我就不方便評論他會不會來香港上市 就是針對若果他真的來香港上市 到底我們應不應該去抽呢 以及應不應該長期持有 先來看看他究竟有什麼吸引力 Bilibili雖然是一個影片網站 可能看完你會覺得他跟Youtube很相似 但實際上我將他視作為遊戲直播平台 大家可能認識在Youtube經營模式 是透過接收廣告去賺取收入 但Bilibili就不同了 他實際上是透過遊戲賺取收入 如果你打開Bilibili上面的影片 你會發現他並不會像Youtube的影片一樣 就會看到一連串的影片插入廣告 而是直接由觀眾投幣去支持影片創作者 模式參照日本的LikuLiku 以娛樂、動漫、遊戲內容作為主打 參照2019年的業績資料 Bilibili的收益有53%來自手機遊戲 24%來自直播及增值部門 12%來自傳統廣告 11%來自電商及其他業務 其實我自己也很喜歡這個平台的概念 隨著全球化軟性產業的發展 相對硬斑斑灌輸文化產業 透過影片、動畫創作 更加容易滲透年輕一代的思緒 用日本一套近來很火熱的動畫來做例子 鬼滅之人 最近變成電影上映 更加創造出年育大的300億男 它帶動的影響實際上不僅是電影的收入 而是會創造出很多周邊的收入 例如唱歌主題曲的Alisa 一首鹽令到歌手生涯推向新一個高峰 當你以為動漫就只有日本獨有的產業嗎? 其實中國自2012年開始 就積極發展軟性產業 國內由2D平板到CG 在過去班人集中新的領域 更加有不少成員作是葉片全亞洲 例如全職高手、摩道祖師、羅鬥大陸等等 除了動畫、手機遊戲也成為近十年 一個軟性產業的相機 除了廣為人熟知的FGO這一類的抽牌手遊 但逐漸有這麼多團隊競技手遊出現 王者榮耀、傳說對決、LOL、第五人格、和平精英等等 而且更多看上來好像是日本風格的手遊 實際上都是由中國遊戲所開發 而Bilibili這個頻道 就成為了這些手遊的最大直播平台 吸引了年輕一代的頭感 最主要原因是不同於傳統媒體 觀眾更加易於以直播主做一個互動 拉近距離感 除了直播主 近年Bilibili也積極成為各大遊戲經濟賽的轉播商 除了世界對電子經濟的需求增加 雖然從未來十年會對產業的投放和產出 按年會增加20-35%就不等 即平均每四年就會翻一倍 而且連帶順周邊的發展 更有效成為新經濟模式下的主遊行業 但相對以上談及的電子競技 我個人更加傾向Bilibili 對立體投資的發展 其中虛擬主播就是我更加看好的一部份 可能一般人看虛擬人物都當作是一種公仔 但深入一層題 虛擬人物正正就是解決了真人主播的危險 透過AI解惑大部分觀眾對外觀的喜好 設計成為能夠受到最多人喜歡的人切 20年前就在初音未來 今天的虛擬偶像更加是有真無假 先不說國內 就看近期YouTube部戲的Holo Live 短短在幾個月就可以吸引過百萬的觀眾關注 過億的觀看次數一次直播收益 更加能夠達到百萬日元的收益 讓大家看看這個最新2020年 全年VTuber頭十位的收入 另外一位更加達至一億五千萬日元 對港幣多達一千一百萬水平 所以才會成為近年很多公司積極投入資源 設計一個虛擬偶像的原因 而講到直播投幣收益 BiliBili的經營收益分為兩類 一種就和直播主要五五分賬 另一種就當作經理人公司簽約抽成 當你以為這種收入好像沒有無稽 但事實上在由業績的數字反映 2019年的BiliBili下入 觀眾投幣抽成得盈的收益已經達到十五億人民幣 這個投幣實際上就等於大家可能在玩手遊的時候 課金買裝備買外觀一樣 隨著更多人加入拍攝影片和直播 相信2023年影片創作者和直播主這個行業人 人數將要翻近一倍 當然並不代表只要你成為直播主就獲得巨額收入 而這個反映行業的冒起 會受到更多人認同和關注這個行業 有人流即是有相機 各大企業就更加延續投入資金 平台的收益就自然來了 扭開為營也只是一個時間的問題 凡事就不要只看美好一面 雖然前景是有這個投資價值 但有好必有壞 所以BiliBili也不例外 同樣有屬於它的潛在風險存在 第一個當然是政策風險 隨著內地對科網企業的網絡安全監控加強 直播串流平台的收付款 將來很有可能會中一步進行管制 令到本來依靠投幣賺出收入的直播主 難以獲利而停止直播 BiliBili的收入就間接受到影響 第二個就是債務違約 導致平台武企破產而被迫停業 其實BiliBili的武企叫做 上海寬月數碼科技有限公司 並非單純的科網企業 而是網絡零售銷售商 透過不同的網點縱能代言銷售 雖然BiliBili獨立於其他子公司 但一旦武企出現一個送貸違約 亦有可能直接影響武企對BiliBili的資金投放 第三個就是武企股權集中於一天 一旦單一股東發生不幸意外或者新股 如果好人繼承產業 就很有可能會被迫停業或者股權出售 到時有可能會令到原有的經營模式改變 當然變好變壞仍然是一個未知數 第四個就是網絡安全問題 凡是跟網絡有關的都必定會有這個問題 一旦出現黑客入侵 導致網絡貪污或者永久停用 對於BiliBili來說是一個直接影響 而涉及當中會出現的損失可能單純了 因為停播而違反轉播商協議合約 廣告商業合作違約 大數據損失都有可能會賠上未能計算的金錢損失 第五是公關災難 由於BiliBili會跟直播主簽約 而由直播主引發的公關災難一旦處理不少 很容易造成一班觀眾離開 其實這個問題在內地不少直播網都出現不少了 虎華和鬥魚就是為了爭相爭奪之名的直播主 而付出高價簽約 導致有部份觀眾因為無法聲應而離開這個平台 說完好壞兩方面 終於回到來解答今集的問題 到底如果BiliBili來香港上市 抽不抽呢? 上市之後是否可以繼續持有呢? 如果來香港上市我看法是會抽的 即是一定抽 不過我不會用五碼箭抽 因為這類的獨角售企業上市 必定會引來各大的投放基金加持鋪路 所以在上市開價都不會太差 而且隨著證監會和港交所對新上市的監管 保證人都會對公司的業績和股價有不成文的支持 至少在上市後半年來都不容易出現這個系統風險 所指的不是說股價不會下跌而是不會太差 單是一個就有理由吸引基金在上市後增持 股價表現有基本的報徵 但因為有著這個優勢 入票抽新股的人自己都會多 最終分動的手數就必然少 所以也不需要支付高額來適合抽退 此之上市後會不會長期持有呢? 這就很視乎你是幾時買入 我相信我看到Bilibili副校的商機 各大投行的分析師都會預測到更加多 雖然Youtube和Bilibili的經驗模式不同 不過如果單純能當作一個影片網站的企業對比 目前Youtube的市值是1400億美元 而Bilibili目前的市值大約是200億美元 即使用戶不及於Youtube 但以目前按年活躍用戶的人數增加速度 不夠三年就能夠達到Youtube活躍的人數一倍或者二十 如果這樣計算 Bilibili的企業最少可能還有2.5倍的上升空間 當然投資是有風險的 即使有潛在升幅存在 但並不代表不會在期間出現大報復的上落 但整體以未來3至5年的投資期來說 我認為Bilibili在場面來說 都是值得買入持有的 我知道我這樣說完之後 你可能會反問我到底有沒有持有的 因為監管牌子和工作職位限制 我就不可以買入相關股票 所以我也覺得蠻可惜的 不知道大家看完今集之後 喜歡我的分析方法呢? 如果你覺得對我有幫助的話 麻煩幫忙Like一下這條影片 讓Youtube可以推薦這麼多人看得到 如果你對Bilibili有什麼看法的話 歡迎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 還有這個頻道是分享我的投資知識和投資資訊 如果你對投資有興趣的話 記得訂閱這個頻道 按一下小鈴鐺 並且打電話 當有新片子上架的話 你就會第一時間收到更新通知 任何投資都會存在風險 我是Lokan 加油 字幕志全面